纽约市长要当斯今天签署户外用餐永久化法案 新法案规定街道户外用餐棚只能在每年4月到11月运营 而路边咖啡馆则可以全年营业 但市交通局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在疫情期间推行的户外用餐项目今天正式签署成为永久法案 允许餐馆在人行道街道上设置用餐区 如何将户外用餐成为可持续发展项目 已经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支持该法案的餐饮业者表示 户外用餐让街道变得更有活力 为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 反对人士指户外用餐占用人行道停车位 并导致鼠患 卫生隐患 生活质量下降等 根据法案规定 开放所有人行道 户外用餐区 包括咖啡馆可以全年运营 街道用餐区则只能在每年4月到11月运营 户外用餐的运营时间为 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2点 街道用餐棚需在每年11月底拆除 业者需申请有效期为4年的牌照 并根据地段不同 每年的运营费也不同 市交通局作为户外用餐的监管单位 拥有最终决定权 亚当斯说 户外用餐创造了10万个工作岗位 从而让餐馆能够继续运营 也能为纽约市的街道带来新的活力 纽约市长亚当斯 周一联合布鲁克林区长雷诺索 以及多个移民团体举行集会 在此呼吁联邦政府为纽约市解决无政客移民危机 提供资金支持 并加速批准无政移民到工作许可 亚当斯在布鲁克林议会广场的集会上说 自去年春天起 已经有超过10万名无政移民抵达纽约 而为了给予人道主义援助 市府预计将在三年内花费120亿元解决这场危机 亚当斯说 纽约市的收容系统已经不堪负荷 呼吁联邦提供财政支持 同时履行美国基本精神 为无政移民提供工作许可 布鲁克林区长雷诺索说 正与其他民选官员尽一切可能解决这场危机 雷诺索还警告 共和党已经在众议院占据微弱多数 持续的移民危机可能会在2024年选举中削弱民主党 本月初 亚当斯会见了白宫联络员 讨论了当前的移民危机 形容是纽约市几十年来面临的最大挑战 州场霍储也宣布 市府获得了更多的州府资金 其中包括即将出台的州预算中超过十亿元资金 霍储还将与其他联邦官员会面 讨论可用于扔纳更多移民的联邦财产 位于皇后区东部的克里德摩尔精神病中心的大型庇护中心 在周二正式启动 该庇护中心可容纳1000人 专门安置成年男性无证移民 首批100名移民已经在当天入住 全新的人道主义庇护中心由州府资助耗时10天完成 共分4个区域 包括两个独立的帐篷 分别可容纳150和850人 以及一个登记处 用餐区 便携式淋浴和洗手间 自住用餐区 配有加热托盘 冰箱 水瓶和零食 市应急管理局说 每周约有2000或2500人的无证移民需要安置 预计新的庇护中心很快会满园 市府官员警告 全市已经设立了200多个紧急庇护所 但每天不断涌入的无证移民已经难以维持 负责通讯事务的副市长立伟表示 过去几个月 每天都有数百名无证移民抵达纽约 目前约有6万人已经获得合理的安置 但联邦以及州府的援助仍然至关重要 庇护中心引发皇后区东部居民的强烈不满 上周末有数百人参加抗议 担心入住的无证移民带来安全隐患 MTA发布最新通知 从8月底开始 地铁M和F线的运营 将会因为线路改造施工而变更 届时 MTA将会为沿途的乘客提供免费的接驳公车或者列车 根据MTA消息 地铁M线将从8月30日晚上9点45分起 全线停止运营 直到9月5日凌晨5时恢复 本次停运将拆除和更换M线南段起点站至Murdle Avenue的所有倒差 并进行轨道维护 停运的每个站点将会提供免费的M90公车服务 乘客可在Murdle Avenue站换成J或者Z线 或在Murdle Avenue站换成L线前往曼哈顿方向 M线其他段落的乘客可选择J、F和R线替代 另外从8月28日起直到明年第一季 地铁F线从洛克菲勒中心站至杰克森高地 罗斯福大道站之间将改型E-Line 57街、莱辛顿大道63街、罗斯福岛21街、皇后大桥 这4个车站将没有F线列车停靠 改线期间 每天白天和晚间将有特殊接驳车 往返于莱克森敦大道至21街车站之间 MTE说为了配合F线的改线 M线届时也将更改运营方式 整个北段从五大道53街至森林小丘71大道站之间 将没有M线的列车停靠 而在夜间、周末和假日 M线将不开往57街站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